接下來上的東西叫做電池交互作用 電流會產生磁場 前面講過兩個磁列之間會互相吸引或者是排斥 那電流既然產生了磁場 這個磁場如果碰到另外一個磁場就會怎麼樣 就會吸引或者是排斥就有交互作用 這叫做電池交互作用 所以一個通電的導線 如果通過一個磁場 這兩個電流產生磁場外面的磁場 這兩個磁場就會產生交互作用 電池交互作用 我們國中不做任何形式的計算 沒有計算式會跟你講大小 你跟XX承證比跟全全層反比 就這個 跟電流承證比跟磁場承證比 還有一個重點是跟角度有關 平行的時候不受力 電流跟磁場平行同方向反方向的時候不受力 垂直的時候受力最大 不垂直就要找垂直分力 不垂直就要找到垂直分力 OK 所以這個是重點 垂直的時候受力最大 平行的時候沒有受力 所以它是會跟電流磁場成正比 同時跟角度有關係 三個力量是兩兩垂直的 一個是電流 一個是磁場 一個是受力 這三個都互相垂直 所以我們有一個右手開掌定則 右手開掌定則 右手開掌定則 來決定 像這樣 打開一個右手 打開一個右手 大拇指最大 我最大 所以大拇指代表電流 大拇指代表電流 大拇指就是電流方向 病容的四個手指頭 病容的四個手指頭 病容的四個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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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叫做磁場方向 磁場方向 然後打人是手是手心在打人的 所以手心就是受力方向 所以請你 記得大拇指代表電流 并龍四指代表磁場 掌心代表受力方向 這叫做右手開廠定則像這樣 這裡有一個磁鐵 磁場是從N到S 所以并龍四指從下指到上 電流從左流到右 所以你的大拇指指向右邊 手心出直面朝自己 所以就是受力方向 這叫做右手開廠定則要位比 考試就問你他受力方向哪裡 要位比 電跟直要有一個作用的條件是 一要有電流 靜止的不會 如果這個電不會動靜電 如果這個電不會動靜電 沒有作用 你就算把靜電放在直上中 它也不會有作用 要電流 電流才會產生磁場 電流才會升磁場 磁場跟磁場才會有交互作用 所以第一個要有電流 電話講過方向很重要 我們的說法是要穿過磁力線 你的那個電流要插過磁力線 最好是垂直 不垂直找到垂直分量 平行有沒有 平行就沒有 電流如果跟磁場平行就沒有受力 所以要穿過磁力線 這又是我們的條件 雲車站結合 我們要到來注意幾件事情 跟我們交過 電流是正電和流動的方向 電流正電和流動的方向 還有磁場是什麼級 外面是N級到S級 這就是因為你需要知道磁場方向 你才能夠去比 所以你必須知道 雙樣像哪裡 雙樣外面是N級到S級 好 剛才講過 停車站接問 電流在磁場中會受力 請問你 誰可以給我磁場 你最起碼根據前面交過 你最少要講兩個出來 誰會給我磁場 誰可以給我磁場 3號 你講兩個可以給我磁場的東西 蛤 你公帳 他說什麼 你說什麼 藍鐵棒 藍鐵棒不可能 藍鐵棒 藍鐵棒不可能 必須某種情況 藍鐵棒才可以 電磁場 電磁場 某種情況 被磁場的 就像 10號而已 好 我看他人 電流通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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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效益可以給我磁場 地球也可以給我磁場 所以考試題目 有電流放在磁列旁邊 有電流放到另外一個電流旁邊 有電流通過地球磁場 然後問受力方向 因為這都是我的磁場來源 這都是我的磁場來源 這都是我的磁場來源 就是 重點就是 右手開掌定則 要知道誰代表誰 要會比他的受力方向 那是我們考試要問的問題 OK